准备好了吗 好了 来 各就各位 加油 这么快 陈哥 这么快 陈哥可以 我跑快 好快 跑难不能跑 不是 这边就让着 让着 那我其实以前是 越野摩托车的运动员 这个帅 也不容易反正 危险 我觉得练体育的那个时候 所有的人都会 有一股劲 对 不管怎么样 是追求自己的突破 勇于挑战 还是说最终能够站在领奖台上 拿到奖杯 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体育其实真的是能够 带着大家往上走的一股力量 我这个 来的稍微那个准备了一下 刚才 准备啥了 就是不是一会说 我们几个要比试一下吗 我们比试一下 我听说我们几个要千分钟胜负 就是谁赢了 谁至少能够在以后这个团队当中 说话就有点愤 哥你说吧 哥你说吧 直接就结束了 对 哥你说吧 叫过以前练跳舞的吗 来一个吗 舞蹈也跟体育有关 你根本不会跳舞 你根本不会跳舞 没有 我以前是练田径的 练四百八百 以前凤床队去的时候 大家看我们的眼神都是 看不起 对 用鼻孔看你 然后现在就是走路有风 只有中国队这么一个队 是会让所有的运动员 不管是前场的还是后场的 都留下来看你训练 所以我真的觉得 每一代的运动员 包括我们的国家的硬实力软实力 都让我们能够有自豪的状态 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是 季凌晨这样的身高 我们在第一梯队选财的时候 就被刷掉了 就被刷掉了 我是差在哪个地方吗 漂亮 名字不太好 半径半长 差在基因里 你适合就是排球篮球高的项目 你不知道吧 其实在下是游泳运动员 不适合 你的腰不够长 刚才刚说完 哥刚说完自己腰长 你知道吗 我腰很长的 我个人觉得游泳运动员 腰可能会这长 而且你的肩还不够宽 你的手也不够长 哪哪都好 怎么办这